留下来的放眼世界 把握环球机遇 接通各地港桥 建尼地正经 冯志正 欢迎回到今天 建尼地正经 今天星期日我们又是讲一些 比较教育性一些 家长性一些的东西 但是也都是解决着一些 我们过去见到的 新闻里面有趣的地方 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讲 一个学生会的活动 我相信如果大家留意新闻的话 都会听过近期一个 Ocamp的风波 以至到后着 究竟各位议员 各位立法会成员 甚至乎大学校方 怎样看Ocamp这个问题 第二我们就会 今天就讲一讲 一单奖的得主 就是讲ICAP的做法 但是为什么会讲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 一讲到这个学生会活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以前Ocamp 非常之不道德 又有很多风波出来 那些学生又玩得太瘋了 甚至乎有欺凌的藏范 但是我们这件事都经历了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在西方社会 他在这个世界上 还要搞学生会活动呢 既然学生 搞活动会出事的 那我们就立刻规范他了 其实这两件事 去到后期 今天讲一单奖的ICAP模特 都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来的 所以先跟大家慢慢介绍一下 为什么在教育学说底下 会有这两件事存在 先讲回这个教育风波 这个教育的Ocamp风波 就包括了在今年香港教育大学底下 营生营活动就有一个风化案的传闻 我没记错现在就拘捕了人 应该都可以说是有一件风化案出现 进行了拘捕 那香港教育大学就决定要严肃处理 检视日后的营生营活动 亦都是 香港大学亦都被说他有这个吸毒的行为 所以香港大学又说就要 去检视一下他那个Ocamp 如果你看立法会议员 就更离谱了 那吴秋北他就说 一定有发言权 他的女儿就今年入大学 就参加了营生营 有人在这里控制各院校的学生 用某种的传统一路控制他们 用这种方法收睹 就说他正气不僵 邪气氾滥 吴秋北批评大学营生营 就是收睹控制学生 另外管浩明牧师也都说 在毕业礼的时候 几个神学生在那里说粗口 他说没办法的 校规不准说不准说粗口 不准毕业的 如果你企业里面对着你上司说粗口 你会怎样呢 就炒了你了 很简单 你看到两个老人家 就开始又是讲这个 O-CAM的问题 这些我想大家都会听过了 有AM730更加的引述 他说主犯往往是老鬼 你从这一部分就知道 吴秋北或者吴秋北的女儿 大家入哪间大学都呼之欲出 因为叫主犯是老鬼的话 你叫大仙 我知道你一定是抗云 你叫老鬼的话 你也是个几间大学的 但是无论怎样都好 读完大学 去了这么多次O-CAM 又或者自己都搞过O-CAM的朋友 就会觉得 这个其实某程度上是个传统来的 是不是修静呢 你总会有祖祭祖雷的 这个是不是叫做修静的行为呢 既然我们在O-CAM的时候 发生这么多丑闻 正如一如我们所料 也都见到 某些东方国家的控制 就是这样的 一乱就要管 一管就要严 一严就要死 严死就是管死了的市场 现在我们就相信 是见到第二步 就是一乱就要管 一管就要严 之后我相信大家的O-CAM 都应该好像回教会这样的 可能还差过回教会 但是去到这里 我们要问一个根本的问题 学生组织那么危险 那为什么西方世界 我说整个地球上面 还要有学生活动呢 为什么不像我们伟大的国家 那样清华 你有没有见到它搞O-CAM 北大你有没有见到它搞O-CAM 是西方世界搞O-CAM 总之不止西方世界搞O-CAM 也搞到非常出名 那些所谓的 兄弟会和姊妹组 就是这个你见到就是一些著名外国院校经常有的 用三个拉丁的文 或者希列文 应该我忘记了Delta Sigma 这些是拉丁文还是希列文 应该是希列文 就是组成一个名字 然后这个名字就是一些兄弟会和姊妹组的一个学生组织 那很多时候会租一层楼 然后就是某一个的兄弟会租了一层楼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到娶一下 玩一下 自己有一些的课外活动 那当然里面当然是非常之青年热血 也都血起方刚 那这个都是一个兄弟会和姊妹群的一个很典型的特质 但是很多时候在这些组织里面就建立了它新的社交圈子 然后就可以一起出来活动 所以往往我们经常说的那些什么 骷髅会那些大学里面那些所谓暗网组织 不是暗网 Deep State的组织的朋友仔 总是和这些兄弟会建立的社交关系 有一种的渊源 也都介绍了另一本书给大家看 这本书其实是很少人看的 这本就是我们的台长沈旭辉教授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其实是没什么人去买的 买了都买的很学习的书 因为这本是一本很不学习的书 就是耶鲁走月童话 《美国留学集役》 就是讲着沈旭辉本人在耶鲁生活 其中有个几大的篇章 都是讲这些兄弟会和姊妹团 就是究竟他们在大学的学生活动 对社会的挑战 譬如说耶鲁大学 除了很出名的一些学生活动 非常不雅之外 如果大家想知道 有一个活动和香港有点像的 香港以前有一个营生活动叫生命面包 如果大家想知道是什么 就自己留言 在耶鲁走月童话都记载了故事 和生命面包有点相似 只不过变成了披萨 你会发觉这些玩来干什么呢 整番血气方干的男士 第二就是耶鲁也是一个很出名的 他自己学生会出过一本的成人杂志 由一些耶鲁大学生去写一些程式文章 中大都搞过程式版的 最后都是被一些道德卫视推翻了 但是你从这一个角度去看 你会发觉学生活动永远是会 偏向一个挑战社会底线 因为刚刚读完书 准备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 是的确很反叛 而且你很容易就会发生问题 但是既然一些那么容易 发生问题的情况下 为什么这个世界尤其是欧美大学 还容许学生的东西 容许学生组织存在呢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 去到这里呢 我们就要开始是相对学术一点的讨论了 原本这一部分呢 应该是放在我们自己的 就是staff development里做的 但是都可以讲一下出来啦 其实这个世界呢 在大概80年代之后呢 已经开始推出了 应该又一次推出了一个新的思考 就是叫做一个学生为本的学习 那学生为本的学习呢 其实以前都有的 一直都有这个名字的 那如果你有看那些 很早年代的一些教授呢 总是会讲那些什么 就是以学生为本啊 学习为本啊 接着以学习职生活啊 等等这些这样的术语 那杜威都是讲这些 但是去到真真正正 我们去讲这个学生为本的时候呢 是要去到80年代 当进步主义 当现在所讲的一些 左翼思想出现的时候 但是不代表这个很左翼啊 只不过是当这些思想出现了之后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会讲啦 那我们开始会讲些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 在整个学习阶段呢 学生、课程和老师呢 是一个权力的关系来的 那如果我们真的用这个很好的平衡 很好的看法的话呢 那学生一定是最终的结果啦 因为就是教同学 那学是比教大 因为我们不是想个老师上班的嘛 我们是想个学生学东西嘛 那所以呢 学生为本一定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还有政府的介入啦 就是课程啦 那还有老师的本质啦 那但是我们过去呢 在所有的教育理论 以至到我们在看着上学的情况下呢 你发觉呢 那我们其实叫就叫学生为本 实际上呢 我们也许是政府权力大一点 控制老师多一点的 那就是课程为本 例如说我一定要你学某些东西 去到某个合格的情感点 例如说我要你 要好坐在那儿学某一科 公社科这样 公社科就很典型 是一个课程为本的科目来的 就是现在邓飞不让我们叫公社科 他说这个叫公民及社会科 或者公民科 无论如何都好 公社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课程为本的地方来的了 老师不允许发费 学生呢 学了多少东西呢 其实就不是很重要的 学生需不需要提问呢 都不是很重要的 那公社科教些什么是很重要的 那有些科是老师为本来的 那就是譬如说 老师其实他自己involvement很多 例如说他经常在这儿讲话的 一堂40分钟他讲了39分钟 最后一分钟问你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意见 这些就很典型的 老师为本了 学生为本呢 其实就是学生自己主导了学习的 就是我想学些什么 我面对些什么问题 我怎样去解决 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这样做的话 他有机会会miss了一些社会需要的知识 那所以一般来讲呢 这个学生课程老师呢 是一个三角的权力关系来的 就是你没有一样东西miss了呢 都不是很可以的 如果不是的话呢 整体学生呢 都是学不到 或者达不到我们需要的一些目标 或者expected learning outcome 我们所讲的 就是预计的学习的目标 那这个讲法呢 就不单止在一些的 就是普通的学科上面 比如说我们讲的德育发展 Colbert在这个当时的 Moral Development Theory 就是所谓的道德发展理论 都有讲过的 其实是要个学生 你是要慢慢自己 见到有个所谓的道德判断 道德的所谓的Moral Reasoning 就是道德的推言 才会找到自己一个道德的原则出来 那这个是要个学生自己去推的 不能是个老师去讲的 但是今天我们就不是讲这一部份 但是你这里也会见到的 很多时候不是教那个教些什么 是要学那个学了些什么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去到这一部份的时候呢 你会开始明白到 就是学生的组织是那么重要 也都是学习一个很大的部份 你会发觉原来有很多东西 在课堂上面九成九我们落入了那个麦尔斯 就是课程和教师为本的 就是我一是就整个公社科出来 你教了 你去自己 这个公社科就是我作为政府 我要你作为学生 你去学的 一年大概六百多个小时 我没记错吧 总之这六百多四百多个小时 你就贡献给国家了 那你不要问 或者做些什么你坐在那里 接着最重要是合格 有些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以为是学生为本 但是实际上是教师为本的 就是举个例子很典型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些老师 他带课程活动 内地交流团 他不要叫老师为本 就是起码都是课程 plus老师为本 就是内地交流团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以课程或者老师为本的东西 就是你想不想去呢 我不理你 总之现在安排了 下个礼拜六我们上广州 然后就上两天 去到星期日回来 虽然也不会是四六天的 但是总之上广州 去哪里我作试 接着工作纸哪个弄 老师弄 当然有时候老师都不会自己弄 但最多是老师弄 然后去看什么 我作试 你有什么问题 在我的指导之下 在这个范图看下 你就要去看这些东西 还有你就要去反思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不是啊 我们是学生为本的 课程就这样写 实际上都是教师为本的 但是学生会活动 或者是old camp 又或者不要叫old camp 只是形身形 因为这个是整个学生活动的其中一节 但学生会这样的存在 其实就的确是一个学生为本 在一个真实的社会环境下 在一个相对的生活环境下 他会自己面对的问题来的 例如说他要搞一个camp出来 他要设计房 究竟设计了什么房 他要搞一些 譬如说搞鬼屋 我以前搞鬼屋 就是在中文大学 Honestly 我都在MMW搞那次鬼屋 MMW搞鬼屋是最差的地方来的 因为MMW是有这个自动省电功能 就是你走过他会亮灯 走了他会关灯 但是你在MMW 你怎样搞鬼屋 就是每一个人走过就会亮灯 那就做不到这件事 那你作为一个 就是当年中文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那你怎样可以解决到 你设计了一个场 但是又解决不到 你想要做鬼屋的情况 那就当然发挥我们 很好的基电特色 如果大家发觉某一层 我没有记错以前MMW Law School Law School 现在不是在那裡 就是以前BBA和Law School Department 为什么那些灯键经常坏呢 就是因为我们都经常搞过一次 就是在他装修期间 我们帮他重新铺了一点点 令到那一天玩到Ocamp 也都很安全的 没有死过人的 那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你会发觉 你搞一场的学生活动 学生自己去搞一个活动 其实他就是真的 自己定义了自己的问题 举个例子 他设计了一个场地 他怎样解决 他去做些什么令到学生开心 他觉得些什么是其他学生会高兴的 但是不高兴的时候 他怎样去疏离之间的问题 去检讨自己的学生活动 所以一般来说 学生活动是很涌长 但是这件事呢 就是很不效的 但是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活动 因为他自己定义了他的学习科程 定义了他的目标 而且他自己进行反思 那么他得到的学习呢 是远比于 在课本上面为多 那么所以 为什么这个学生为本呢 永远在这个欧洲世界 或者在西方世界 即使大家觉得他们很烦 整个人 你知道在美国的大学的 兄弟会和姐妹团 总是会搞些不应该搞的东西 但是你都要容忍这些学生的组织存在 正正就是因为在西欧世界 我们是需要学生成为社会未来的主人 那么他的学习呢 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会是老师那一代 聪明过学生那一代 学生做了老师之后呢 再聪明过他学生那一代 那么社会就退步了 这里讲到这一部分呢 都是讲着一些我们所讲的 比如说德育教育啊 又或者是一些的 就是那些叫做生活啊 态度啊 value education啊 价值问题 但是呢 这些呢 都是有少少口水的 始终就是 德育教育从来都做不到的嘛 但是呢 近来有个新的教授 就拿了一个很重要的奖项 也都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2023年 这个一单奖的教育研究得奖主 那么一单奖是香港这几年呢 就是跟邵逸夫奖之后 会这样成立出来的东西来的 那么比如说 数学奖 你除了就是 就是某一些西方世界奖 你发觉邵逸夫奖都很厉害的嘛 有天文奖的嘛 那么一单呢 其实他在香港呢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只是和全球教育界 相对高额奖金的一个 就是奖项来的 过往呢 其实他得奖者呢 都是一些世界顶尖经典的教授 那么2023年呢 一单奖的得主呢 就是这一位了 就是Micky Chi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怎么读的 因为有些人说 Micky Kai 一定要有Micky Chi 但是Kai Square Kai 是一个CHI 但是我估计Micky Chi 那么Micky Chi呢 其实他是来自 阿里桑尼亚州的一个 州立大学的一个教授 而且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 经典的所谓的 认知心理学的教授 那认知心理学是什么呢 基本上的理解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价值观 那些呢 就是相对的态度学习 价值建立 认知学习呢 就像比如说 数学科 是一个很典型的认知学习来的 就是那些什么 人类社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来的 我认得Cycoside 我认得讲给你听 什么叫Cycoside tangent 那儿子 就是你的儿子 你的学生 是否认得Cycoside tangent 他是怎样理解Cycoside tangent 这个是人类社会的迷思 我讲了不代表他听了 就是很多 我想观众里面 如果有子女都会发生这个问题 那么 其实这个所谓认知学习的科学呢 就永远是解决中 教同学中间的一个节数 那么 在 Micky教授呢 他出到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他是 成为了我们一个认知科学很重要的 经典架构的理论 那就学了 就做了一个新的架构出来 那个名叫做ICAP Interactive Constructive Active and Passive Learning 那么 那么 重新去再理解这个世界 那么 就似乎是突破了我们以前所说的 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的二元分法 而且呢 是将这种学习的态度 就是这种四个角度 就 分开了出来 分开了出来呢 你摆到出来有个结论就是 你是告诉给大家听 其实哪一种学习呢 是更加之快速的 那而且哪怕不是说 刚才所说的那些 Moral Development 是讲一些 Psychosite的问题 都是呢 是会更加之有效地做出来 那这些呢 就在美国阿里桑尼亚州的研究项目 其实在欧洲世界 在一些以前的香港呢 我们都会应用这些心理学的工具 放在课堂里面 那但是今时今日 其实我们自己以前是做老师的时候 是偷偷地用这些新工具 那现在教育局灌得这么死 是不是还可以用这些工具呢 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既然老师未必用得 不如我就告诉大家 这些工具是什么来的 那看一下你可不可以回家自己用 那再讲一讲 其实我未做一次下一个poster 其实应该星期一就有一张新poster 那继续讲 其实应该不是这个星期三的 那陈诚斌教授通知我 是下个星期三 那做个简单的宣传 那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 那就搞了一场 CheckGBT与AI对于资讯教育伦理的影响 那就是陈诚斌教授 腾讯的expert engineer Alphys Liu 和我三个作为分享 Alphys应该会做一些比较科学的东西 那陈教授当然会做一些应用伦理学的东西 不经是他的中心 那我就分享两个故事 一个就是我有个学生用CheckGBT去出猫 有个老师用CheckGBT去出卷 究竟那个伦理和那个操守 我们应该要怎样做 哪一个要赞哪一个要谈 哪一个其实可以做得好些呢 那么我们在下个星期三 下午五点半 就会透过Zoom做这个分享 如果老师想要这个 网上的专业发展广座证书 你可以问陈教授 我猜陈教授会给到来的 好 那广告回到来 我们就继续了 如果可以穿越时空 你有没有想过回到上世纪的大时代 在巨变之下 你会选择安心立命 还是孤主一宅 挑战97 一套经典的乱世游戏 让你在游戏规则里面作出选择 同时反思在动荡不安和繁荣安定之间 会不会还有其他结局 挑战97 今年第四季限量复刻 小朋友在香港长大 讲粤语、讲广东话 去了另一个地方之后 开始不讲了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给了一个方法 给了一个工具 给了一个系统 先建立出来 想学的人有选择 有方向 在他学了广东话之后 其实我们需要有文化的教材去摆进去 我们其实不是单纯想回到19年之前 而是我们经历了香港的流散 香港的发展之后 我们其实有全新的教材 尽量全面的香港给小朋友 让他们做判断 让他们去思考 广告回来继续见尼地 今天真的相对学术一点 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 不过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是那么学术的讲 其实我们就解释不到 究竟在五秋北眼中 迎生赢邪气反滥 有人修静修学生 管浩明牧师就说他们讲粗口 你要真的解得通这件事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法 就是这样的 学生会是要做这些事 是要让他们挑战一下社会 这个是一个解释的方法 但是既然我自己做这一行 真的可以告诉你 学生活动 其实刚才我们在 新闻 广告之前 在讲对德育的发展 是相当有效 这个是第一步 但是你会发觉 其实一单掌 今次的德掌主 Professor Mikichi 他做了给你看 不单止对德育发展 对认知学习 包括数理 文化 地理 历史 这些学生的学习来说 只要我们找到一个学生的动机 学生自己出来做事 是比你老师教很多 以下来我们容许我有十分钟 因为这个是 suppose我会剪出来 给我自己做一些 老师发展项目的 所以 容许学术一点点 但是是非常有趣 是一些心理学的有趣 先讲一讲 Professor他做 这次得奖的项目 就是ICAP Framework ICAP Framework 主要它是分开了 做四个英文字母 P就是解passive 被动式学习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学习 学习 就是学生 收到资讯 第一个行为 学生收资讯 Active Active 是什么呢 主动学习 主动学习是什么呢 就是 学生 是物理地 去重复一次 重复一次 那个 他学到的知识 但是就没有 加到新的资讯 进去 例如说我抄写 抄写 是一个典型 譬如墨书 墨书就是典型 一个Active 的学习 Constru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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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结构性的学习 结构性 建构性学习是什么呢 就是学生 是会产生一些新的出品 那个Information 他有的资讯量 是多 过他本身 学习到的东西 例如说 做Problem Solving 例如说 做一个Concept Map 就是 他在老师教的A 那么多东西 他会加多一些东西 做出来 这个就叫Constructive 第四种 就叫Interactive 就是互动性的 就是一个 两个以上的学生 去互相讨论 而且两个学生 以上讨论的时候 他不单止 回应着 对方的学生 而且 制造出来的资讯 是多 过对方的学生 那么 这个就升职为Interactive 那么这个理论 那个所谓ICAP 其实他有两个得奖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将学习的模式 在心理学上面 很清晰地分界了 什么是ICAP 四类 第二件事 就是用很多实验 去告诉你 I大于C 软大于A 再大于P 这个就是他那两个很重要的理论 其实前提 他去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他这个研究大概是09年 做了一次自己Professor做 另外和Wayne一起做 就是2014年再做多一个研究出来的 后者是一个素理化研究 亦都是他最后成名的其中原因 但是整个研究 其实如果你要缘起的话 你看80年代 我没记错 是Laurene Webb Laurene Webb 是做过一个很有趣的研究 是令到大家觉得奇怪的 那个就是叫做小圈子 或者叫做小群组学习模式的研究 那时候很流行的 80年代已经开始流行小组练习 但是发觉小组练习下 有些人比较好 有些人比较差 他就问 为什么小组讨论 有一个比较好比较差 有一个比较差 他当时Web 就把它分开了两种人去做出观察 其中一种分法就是 提供帮助 有一个就是接收帮助 那Web在80年代 无论82年80年 那几次的心理学研究 都会见到的 就是提供帮助的那个人 其实他是会 重复一次解释 究竟他学了些什么 然后就是 会拿到更高的成绩 这个研究我们是怎么做的 Web当时我没记错 是教Algebra 和教Codrome 我没记错这两个课 就是教几何学 和Algebra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就是数学 那两个都是在一个数学堂做实验的 而且这个数学堂 它用了很多的成绩 所以我们已经是将学习者 就是教别人 和被教的人 那个成绩做了控制 就是我们已经不是 教那个特别厉害 所以成绩特别好 我们用一些统计学的方法 做了一个控制测试 做完控制测试之后 他会发觉 原来那个学生 只要教个人 就是提供解释给另一个人的话 他是整体的成绩是好一点的 第二 他见到就是一些被教的学生 就是一些收智式的学生 那被人教的学生 是不是都很聪明呢 It depends 原来是非常之复杂的 原来被人教的学生 他必须要教那个学生 答到他想答那条问题 才会聪明一点 如果他都解释不到心里的疑惑的话 其实他是没有什么长进过的 所以80年代那几次研究 都是显示到这件事 研究很容易做的 其实就是开一个group discussion 大家互相教 互相讲 互相聊天 去学一些很简单的科目 例如Algebra Codrome等等的东西 然后就是 之后给他一份问卷 问一下他 过去这五分钟 你和哪个学生聊天 你教过哪个学生 你受过哪个学生做事 那你在这一堆的data base 下 你就做到这个教育心理学的实验了 但是这一个这样的80年代的研究 被Professor Mickey 他看到之后 他就会觉得很神奇 很神奇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他画了两个框框 为什么教那个人是特别聪明的呢 然后被人教那个人 其实他反而做不到那个学习聪明的效果 他和他原本的理解是完全不同 因为想着教那个人是C的那个人 就是跳出来的那个人 其实那个人不是特别聪明的 但是受那个人 应该是应该掌握的东西 然后他就反而用知识类的分法 用知识那个含量的分法 他就解释着 就是说其实接受学习那个 接受帮助的人 其实是Passive Learning 他是被动地收紧一些资讯 所以这个学习是一个这样的模式 教那个人 其实他是不只是主动学习的 他是结构式学习 因为为什么呢 他不单止是重复着 老师学的Algebra 他也都制造一个新的解释出来 解释给另一个不懂的同学生听 所以这个人的学习 其实就是Constructive 如果我们用知识含量分类的话 你会发觉 从这个角度看 C就大过A C就大过P 就是这个 有一个小小的Observation 就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引子 因此他在2009年 应该我看错了2008年 不是2009年 sorry 2009年在这个Cognitive Science的期刊里面 就出版了这篇这么著名的文章 就叫做 Active Constructive Interactiv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Differentiating Learning Activity 他第一篇的文章 其实只是把这些知识的学习分类 第二篇文章 就是刚才所说的2014年的学习 他简单来说 就是把刚才我们所说的ACI 那样东西分开了 那就是究竟哪些是主动的学习 哪些是结构式的学习 哪些是interactive的学习 就是我们所说的互动式的学习 那下面有很多activity 和这个process的 基于今天不是我帮我自己的同事 做staff development 或者帮其他学校老师 做教师分享 所以我们很快就飞了这一部分 那 这个呢 我就要讲一下 其实 professor 都挺醒目的 因为他醒目的位 其实他这篇文章 他不是自己做的实验 来的 他是将近 从2014年起十几二十篇的文章 因为他自己将ICAP分开了 就是他自己做了分类 而他在检视过去的心理学教授的研究 然后就将他们分成为 这一篇呢 就是tratfon和trickett 他就另一篇的文章 就是active对passive 发觉active比passive好 接着这一篇呢 这篇呢就是 可能是 另一个教授的 他就是constructive versus active 他就将别人十几篇文章 pot了个很详细的graph出来 这篇文章就是不同的pair 这样去做 然后呢 就分开了他们 然后结论呢 就是他分开了这四个模式是什么 其实他是 难听点说呢 他在这篇得奖研究下 是没有做实验的 但是他做了一个很好的 categorization 和很好的分类方法 这一个呢 就是他得奖的其中原因 那 那 那见到啦 其实哪类型学习是最差的呢 passive 就是所谓的听 和抄写 这些passive的学习呢 往往是最无效的学习 不是说他没用 有时候如果你没什么时间呢 譬如你听YouTube 那你都发觉你都学到东西的 但是 这个呢 其实效能性是相当低的 那 通常我讲到这一部分呢 就会经常说 香港最近有一个潮流 叫flip classroom 就是我 我不是很相信flip的原因 就是 就是 我觉得这件事 只是对某些人有用 希望那些flip classroom 学会那些 不要有 send message 来说我 另外一个呢 就是active 主动式学习 例如job notes constructive的 例如说 其实就是 就是自己做concept map 有些是讨论式学习 这个我们就讲完了 那么 另外 14年的时候呢 他就做了另一篇文章 就和一个叫做Wolf Wain 的人呢 又有定 Wolf Wain 一起做了一个 真是相对地很严谨的科学研究 那么尤其是呢 他是去讨论到第二部分 就是I 大于C 大于A 大于P 他第一篇09年的文章呢 他只是分类而已 哪个好过哪个呢 其实是去到14年的文章呢 才去做一个科学分类 然后 因为他出了ICAP之后呢 其他的心理学家呢 就根据这个ICAP 去做了一系列的 不同的实验 那么用不同的学科 一起去做实验 那么得出来的结果 你都会见到的 有很多 比如说 这个所谓的前测后测结果 深色的前测 这个 就是浅色的后测 前测后测 就是我 教你之前 我做一个测验 教完之后 用相同水平 做另一个测验 那么你发觉 前测后测结果呢 你会见到的 就是ICAP 一定是I大于C 大于A大于P 那么后测呢 是这样会高一点 那么这个是一个error bound 那么除了刚才一个实验之外呢 他做了很多 pairwise 就是两边的C P对P P对A A对C C对I 做了一系列的实验 那么这班的教授呢 就是90年代开始 不断不同 pair地做实验 做完出来的结论呢 就是I大于C 但未必大很多 因为I要控制 我没记错是20%的interactive的学习 是好过constructive的 所以I和C呢 I大于C 不过那个实验环境 要好好控制 C 远大于A 大于P 就是你constructive的学习呢 是大于Active 再大于Passive 那么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呢 就是哪怕我们一般学科 不讲Moral Education 其实个学生自己嘔吐出来呢 是好过那个学生收东西的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来的 那那当然呢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教书 我就会 就是如果我们做staff development 我们就会讲这些 所谓的ICAP verbs 就是所谓的ICAP verbs 有些字呢 你改了条问题 改了个Verb 就是例如说 如果你见到条问题 是写着listen, read, watch 这些呢 就是Passive的 如果你最后 那个问题是写着measures highlight, underline identify 这些是active的 那我们经常叫那些老师 改卷 就出卷的时候 用回另一种字眼 explain, justify, defense, predict 如果是interactive的 就用debate, communicate, negotiate, exchange 这个写法 其实你改了这些字眼 那就完全不同了 了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眼有分别呢 这个是用实验度出来的 那我讲到这里 其实 即是 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 相对不学术的時事话题 为什么学生会是那么重要呢 为什么老师指导是那么不重要呢 现在你看到其实中国人的教育永远是有四句真言的 一乱就管,一管就严,一严就死 因为往往我们永远是由interactive 直到passive 因为你interactive 出错了就管 管的时候你就不要搞constructive,不要搞active 你直接搞passive,管到严为止 就是你不要搞学生会活动了 我搞活动,你来join,我令你开心,夜纷纷 这是passive 所以一管就严,一严就死,因为你变了passive 所有学习都是很不生活化 很机械式,你看到学生是坐在那里 他会不会乱呢?当然不会乱,他都坐在那里 但他会不会开心,当然不开心 他会不会学习呢?以前不敢回答你 但是这次一单奖的得主,其实在2009-14年的研究就告诉你 根本学不到东西,或者不是学到很多东西 我们经常都说passive的学习是最厉害的学生 学到最多的东西 但是真的不是学到很多的 正如我们经常都说做YouTube 其实是一个passive learning 我们的观众学到多少呢?学到,但是一定不是学得很好 因为YouTube都是单向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自己私底下都做很多 一些教育的NGO出来做呢? 2003年的时候,就是今年暑假 其实我们之前应该有介绍过 我们做了一个summer course的pilot 就是做了一个暑期班的pilot 其实都是做类似的一些 就是所谓的,由学生最差的那班 我们就这样讲好像很差 有些不是那么厉害的那班的学生 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改了整个课程 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呢?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某程度上是改了一些字眼的 那些学生其实当时是constructive learning 我们其实都做了一堆的project 今年我们就会再做多一样东西的 就是既然我们都做了 那不如那些学校 如果它觉得我们的英文课程的教材有用的话呢? 其实我们的课程教材是 现在就是 可以拿给大家 就是环球英语教室先导计划 其实就是我们的课程文件等等的东西 你是可以随时拿去用的 那么你只要下面报名的话 就是我们应该会放在description 你报名的话我们会送一套教材给你 那么其实你都可以参考一下 你怎样可以修改 那么这些迟些广告的东西 迟些才算了 那么总之就 就是这些东西派出去的 好 那么所以总括而言 那么old camp 那个风波 那么大家不用想了 就是我想往后的人生 你的old camp 就是没有好像我们以前那么精彩的了 因为现在的社会都变了 那么现在要从严治港 那么你一严的时候 那么old camp 就会死的了 old camp带来的价值 他的兄弟 他的社会 默落 那么其实 都不会那么容易建立的了 我相信 那么这个希望就 就是不要成为一个预言 但是也有这样的趋势 那么另外也介绍了一单奖 今次ICAP给大家看 那么 今集就节目时间差不多 那么明天回到来 见尼地正经继续 香港人还可以在哪里看到新闻呢? 眼见记者的流失 编制的减少 资深记者的离职 令到新闻资讯开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资深记者 分析完单新闻 播出时又怕又怕 所以在这里 我请大家支持我们 坚尼地球的制作团队 简单透过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动向和资讯 如果大家行有余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们YouTube频道 去收听我们的深度分析和专访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